内语版换成同居有多甜 当初离婚综艺再见爱人三中 张硕会希望王碎碎做个完美妻子 我心中的完美妻子 首先第一点 跟我能有上有良的 能够正常沟通的 我们能去共同协作一些家务也好 去下厨也好 结果下节目后 被离婚的张硕反而选择 和另外一位节目嘉宾 不守耳的前夫老刘 一起同居下厨过日子 老刘会带上饲养员的围裙 照顾起张硕 我已经饲养员上岗了 而当老刘半夜三点恶行时 他会有上有量叫张硕起床 而吃到满足时 而张硕对老刘的宠意 还不如如此 我吃过你陪我走 快点 所以这样的走向你能料到吗